现在看看好东西有多少留在中国了 这个是很多很好的东西都到了欧洲了 到了澳洲了 因为我们大量的好东西都已经传到国外去了 综合格斗的那台独断的发展 它肯定会不断的借鉴所谓的当地的这些传统武术 当然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传统武术 它并不从我们手上拿 它从当地人手上拿 这些人到中国来拿 那么你们想想最后呢 我们的后代学习传统武术 是不是要到欧洲去学 这是不是必然的 从我们现在看的所谓的欧式的永春拳 这是不是传统永春拳在欧洲的发展 那么这些技术是不是已经被很多综合格斗内台的选手进行借鉴 自然而然的就渗透到了所谓的综合格斗内台 所以说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民间武术放任自流 被外国人所学走 拜访别人去跟别人交流 能不能好好地讲讲技术 而不是为了什么搞活动 串流量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找一些表演性强的 粉丝多的去进行串 不去实时计计的 都是仙剑 七段八段九段全部都是这些专家教授 我就问他们懂什么 他们到泰山顶上去编了一套东越太极拳 泰山太极拳 什么是东越太极拳 他说你看我这个手这样一转 是不是转了两个太极 我这样转来去 这样转来去 就是两个太极在走 所以他叫太极拳 这个叫董传武吗 这个叫董太极拳吗 这个叫董太极吗 有没有一点文化呀